清水滴的发电厂工程进入最后阶段 预计在9月底取得电业执照 将进行商业运转 县长林之庙特别前往视察 了解并关心计划执行状况和推动情形 要求民间投资厂商 需要如期如指完成这项重大的BOT以及ROT的计划 加速公共建设的新建 提升再生能源成长 这个地方呢 总工程预计在110年的9月底能够完工 完工以后呢 就是我们希望如此如此的完工 我们也感谢林董事长 还有林总经理 能够把这个工程的品质要求品质 那我们希望能够带动了地方的观光经济 我希望我们这个地热能源 它是一个力能政策的一个选项 既然我们已经在推动了 我们就要永续的来发展 利用这个科技 利用各种的这个专业人员的技术 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个人员的这个发电呢 继续的永续经营 当然今天也会在宅宅 我们当时团队 我本来今天站起来想说 他到底能不能发电 我要存疑 因为我看三四十名 根本就没发电 特别给你们恭喜 特别给你们感谢 这个电厂能够胜利推动 我们要感谢两位前现场 第一个就是老修典馆长 他一直到无常保佣 这个土地十三公斤距 第二点就是 一遍看五年是 林总经营馆长 或是委屋出的宜员公司 今天说的是台湾 第一个发电 驾出关键的一步 我们要感谢他们两个官长 民国105年 宜兰县政府依据 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 公共建设类别为 电业设施 采用BOT加ROT的方式来进行招商 106年宜员公司完成签约 第一期投资金额约7.65亿 在本期完成4.200万瓦 发电装置容量 约可以提供1万户家庭用电 相当于大同乡 以及三星乡的户数 而且自营运开始 依据每年的电力顿售收入 宜兰县政府可收取 200万元的营运权利金 总计20年的营运期 共可收取约4000万元 这合约20年 这20年一年有权利金200万 20年总共有4000万 我们对经济 我们要拼经济 再来我们非常感谢宜兰公司 就是投资了7億6500万 提供了1万户的供电 大同乡和三星乡 所以这个地方能够发展 非常非常的感谢 对教育性质也非常的浓厚 清水地热内有丰富的地热自然资源 深具开发潜力 县府期望透过地热发电厂来发电 保存以及延续清水地热丰富的地热资源 带动地方产业以及层级提升 成为结合发电 休闲以及教育多功能的场域 提振经济景气 带动清水地热园区观光发展 增进就业机会 清水地热 发电成功 益栏新闻记者是世民猜鹏报导